首先的话呢,我们也是这样开一个新的View之后 那你放的那个Layout部分,你可以在那个Layout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叫Table Layout 拖拉过来,然后放开 放开之后,它会给你 4个Table Row,4列,它等于要让你排嘛,不过我们只需要一个就好了 特别注意,放一个 其他三个 可以先删掉,其他三个可以先把它删掉 那删掉之后的话,你基本上就是直接拖拉那个元件,我记得之前跟各位讲过,直接在这边拖拉过来 放开就可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要有阴影的时候再放开,因为放太快就不会出现 这是一个小技巧 不过一般书上就直接要你们自己在那边Key程式码啦,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好用 OK,那再来的话,里面要一个editation 那如果只要数字的话,就用这一个 Lamber拖拉过来,也是一样放在那个 Table Row这里面放开 那它宽度会太高,你就按右键 去更改它的那个wise 它的宽度的话,我们大概给它,我这边是other 宽度的部分的话 大概60个DP Enter一下 把它动态改一下 那再来的话,放两个button 那你可以放这边 或者一样放这边 好,如果你看得准,我建议是放盖要这里 因为放这边很容易就偏掉了 因为跑到这边来了 那放这边的话呢,你不要急着放 看到有阴影,有没有 黑色的阴影在放开,你不是就很快就放,放开很容易乱掉 那一个button 两个button 那这个方法我是觉得最简单 要不然的话一般书上 或者是网路上面的那个 包括YouTube上面也有教Enjoy国外的 很厉害 我看他们一直程式一直打 而且不是在这边做 我们刚做的动作,他们是在哪边做呢 他们在这里做 而且从头到尾都是 用打的 把一个view做出来 做出来它才切过来 做好了 我觉得 好神奇 可不可以啊 如果你的 有些工程师也是这样做啦 也是这样做 但是 我不知道 有时候 当然 这个是需要经验的 你如果 不是一下子 如果你要马上可以 即时的看到结果的话 那这种开发工具 当然会比较 OK一点 如果你说用这种方式 真的没有个三年五载 没有一定的功力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这么的厉害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知道说应该放哪里 我刚秀的方法是 一般 只要初学者应该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 只要 你的动作不要太快 放在应该放的位置 阴影出来后 再放开 你不要急着就放开 放开就错了 那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OK 那第2个下面 特别注意 在下面 有同学 刚刚有做错 可能是这样 就是 下面的地方 不是在放个table row 有同学不是放个table row在下面 对不对 然后就把那个 那个composize里面的那个 list view 放进来 这个是 这个方法 放进来 看起来是对 不过会有个问题 就是 拖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会跟着上面一起动 所以如果你把他宽度 射成 整个content 会变成 他会 list view跟着动了 其他都跑过去了 好像刚刚有同学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 这边 Table row 2 这个部分不能放在 在这里 要另外再起一个什么 起一个layout 给他 有意思说 你要先放个table 有没有 放个table layout 然后呢 再把这个table row 放到里面去 才会是正确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把它back回去了 特别注意就是 List view 请各位 另外在 不是另外 放个table row在下面 而是 还要在一个什么 table layout 然后放在这里 放在linet layout里面 会多出一个 一样把它删掉 其中 几个 再把它 List view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面 OK 这个时候呢 他跟他之间就不会互动了 也就是他就独立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 List view按右键呢 把它的宽度 设成content 上面会不会动呢 上面不会动啊 上面跟你下面是分开的 但是如果你刚好 你的版型是需要 上下一样的话 那你就用 放在同一个 table layout里面 但是如果要切开的话 记得再另外起一个 table layout OK 这个是一个技巧 那请各位再把这个版型 做出来之后 上面东西做一做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那分成几个阶段 第1个阶段就是 create create database 然后create table 那再来的话要把资料 放进去 insert进去嘛 对不对 那进去之后就 按create的时候就给我资料 秀出来 秀出来之后的话 第2个我们不是可以key 然后按查询 全部查询 再来还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 结束之后 你想要把 资料 如果你没有drop掉的话 没有drop掉 你会发现 你下一次进来的时候 哎 会有一些问题 如果这个table如果存在的话 那会怎么样 会有bug 没办法启动 所以我们前面一直强调 在那个seqlite1的时候 一直强调就是说 这个database 这个table呢 你是不是 要 继续使用 如果要继续使用的话 你就留下来就不做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 这个table 他可以 你下一次 必须把它清空进来 才不需要重新 就是说呢 才create新的时候 才不会有问题的话 那必须要在 ondetroy里面 这个好像在 上面那个范例里面就有了 必须在ondetroy的这个事件发生 activity里面那个 detroy的时候 必须把什么呢 table 给drop掉 然后呢 再把这个 table drop掉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database 给close掉 关闭连线嘛 因为不然你没有关掉它的话 它会一直存在在记忆体面 浪费记忆体 OK 那 下一次再进来的时候 还要记得一件事说 我们在create table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 create table后面我会加三个字 if not exist 那不过书上面 像这本书的书上面 本来是没有这三个字 本来是没有这三个字 变成说 你执行第1次的时候 是OK的 但是你执行第2次的时候 如果 因为原来source是 没有那个ondetroy 没有把它做掉 所以你第2次执行 就有同学 跳出来 糟糕 为什么不能够 启动 不能够启动 为什么 因为这个table已经存在 可是你又create它 那你的app就起不来了 所以会有这些相关问题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所以这相关 请各位把那个view先键 等一下再来看 我们那个程式的运作部分 这个地方刚刚讲的重点就是 那个table layout 如果你们要把上面跟下面分开来 它不会有联动的话 记得要分成两个table layout 才不会有问题 不是说放在同一个table layout table layout里面 再加一个tableroom 再加一个tableroom 变成员